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5月25日星期六 现在的气温是25度 天文台说 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初时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 总之未来几天全部都是写有机会下雨 所以戴着把傘就比较稳固 跟大家看看新闻 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元选拔 在2022年9月全面启动 消息指 香港一名擅长资讯科技和电脑知识的女督策 最终入选为在贺专家 名字叫黎嘉盈 是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电脑资讯科技专家 根据香港大学的资料 一名与黎嘉盈和名同性的博士生 在2011年发表博士论文 研究点对点分享软件 探讨网络盗版的运作 和建立模型追踪初始播种者 去协助执法部门打击这些科网罪案 这个黎嘉盈也是警察 还有就是说这个女警察 她不是大家平时看到闲必那些 她一直在警队的特别部门工作 还有早前是曾经被借调过去保安局 跟着在去年的时候 也都去过北京接受相关的训练 即是说这些就是警队的高学力人才 因为博士学力 难道还跟你走必吗 当然是在自己专业的地方打击罪案 希望将来可以有香港人登上月球 还有看看究竟我们中国人登上的月球 和美国几十年前登上的月球 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月球 有些观众可能知道我说什么 有些不知道 将来也有机会知道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5月12日接获一名33岁的女子报案 就说在当日的下午 和妈妈在将军澳的景临村 就因为肢体碰撞问题 被一名男子用脚襲击 跟着母女二人尾除对方 去到这个保抗路的时候 女事主再次被对方推开 手持一把 1800元的雨傘也被人毁坏了 有人施杂之后 就和她无中 33岁的女事主 胸口和脚部 红肿不息 最后 将军澳的警区 经过深入调查 接着在昨日在景临村截查 和案件有关的一个姓缘的45岁目标男子 他涉嫌普通襲击和刑事毁坏被抓 正在被扣查 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 下一单新闻 池云山的池乐村乐城楼 在昨日有高层单位起火 有两名男女不惜送丸 消防员同时破门 进入对面屋救出两只猫猫 安全带下楼后 将猫猫抱入怀中 包裹毛巾加以安抚 接着才交回主人手中 猫猫主也很感激消防的救猫之恩 松了一口气就说 好多谢消防员他们帮忙 因为昨日池乐村乐城楼的高层单位起火 是说烧得很紧要的 是说整个单位烧到昏黑 跟着也有很多火舌喷出窗外 还有也有杂物跌下街 下一单新闻 去年将军奥日出刊成一个单位 被揭发为规刹毁了部分主力墙 最后引起社会讨论 屋宇处命令业主需要还原单位 有传媒去咨询屋宇处 究竟你会不会提出检控 处方最后在24日回复就说 已经完成了调查 会按照建筑物条例 向有关单位的业主 有关工程承办商和室内设计师 提出合共六行的检控 有关的聆讯将会在明年2月展开 到期时看会怎样 看下首都那班人有没有得去告业主 因为他整穿完主力墙之后 是搞到整栋楼的估值都低了 那你想一下 每个人都低了十几万的话 那这里加起来 可能都可以告他几百万 不过就要看下 那些人会不会告 怎样告 还是说 看着政府告 政府告完之后 自己再跟着民事去告 总之穿了个主力墙 如果真的要赔的话 他卖了一层楼也不够赔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早前有指 TVB的处境剧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当中释演细龙山的郑细豪 因为约本尼巢 消息传出多个月后 郑细豪就在昨日 在Instagram证实了尼巢的消息 并且透露 今晚将会是道别的一晚 相信是在《爱回家》的最后演出 以前也有看《爱回家》 现在是等于 《世龙山》和《世龙太》 就离开了 不过《世龙太》 好像一两年前都已经走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牵涉香港驻伦敦贸易办事馆 英国国安法案件 在5月24日早上10点15分 香港时间下午5点15分 在英国中央刑事法院聆讯 被起诉的经贸办行政经理 《袁重彪》和《机场特警》 《慧智良》出庭认讯 至于第三被告 在5月19日被揭发服私在公园 死因未明 警方指 死因不可疑 不过由于他走了 所以对他的聆讯 就不会继续 另外 其余两人的案件 排期到明年2月10日开審 预计審讯需时五个星期 到其时再看看如何 因为这件事其实是牵涉到外交问题 已经不是普通一个香港 就能够出声去处理到的 到其时再看看如何 还有看下明年2月的时候 又有什么证据摆上桌面 下一单新闻 卫生防护中心在作日公布 正在调查一宗喉豆确诊个案 涉及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7岁男病人 他在5月19日出诊 接着在23日入住马加列医院 情况稳定 病人在潜伏期间 曾经到访过尖沙咀天文台道的 同志消遣场所 并且期间有高风险的接触 中心呼吁过去三个星期 曾经到访过上述场所的顾客 就应该尽快致电喉豆热线 这里不说号码了 因为我都相信看我的观众 应该都正常的 就不会有这些奇妙的东西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个消防队幕 在一天之内三次向沙基湾消防局报假案 包括虚报医院火警警报响起 有人转车和有人在商场站跳等等 他否认虚报而受审 案件在昨天在东区法院裁决 裁判官裁定了他其中三项虚报火警罪成 并且斥责他 你身为消防队幕应该要以身作责 由于他的行为不符合大众所期望 并且有损消防员的形象 不单只浪费人力物力令消防员疲于不命 更会影响到其他真正受到需要的市民 将这宗案件压后到6月7日等待被告的背景报告 下一单新闻 华晨宇火星演唱会2024年的香港站 在24日昨天在中環海滨活动空间开拢 一连三天在下午4点开唱 第一天已经吸引到大批内地歌迷 穿着华晨宇的红色应援衣物 聚集去到演唱会外排队的地方等待入场 有不少粉丝为了追随偶像 选择留在香港几天展开追星游 与上次五月天演唱会有点不同 有歌迷为了连续三天都要追星 和看足三场演唱会 大多数都选择留在香港过夜 有来自上海的女粉丝说 撇除五千多元的住宿费用 其余的消费不切预算 希望今次的演唱会有望 能够为香港带旺经济 搞多些演唱会也好 例如周深那些都可以来唱歌 下一单新闻 大家都知道《愿荣光》这首歌 上诉庭在5月8日颁令 律政司上诉得直 批出临时禁制令 然后YouTube也遵从禁令 限制香港用户游览影片 另外在Apple Music 这首《愿荣光》首歌 都在前几天下架了 现在《愿荣光》这首歌的制作团队 就提出反对意见 不过我觉得浪费了 人家Google Music 不是Google Music Apple Music 都决定把这首歌下架了 即是摆到明 就不担心你团队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总之这些乱七八糟的歌 要下架就要下架了 其实YouTube都做得不够好 即不是限制香港人看不到 其实是应该要把这些歌 全部删除它才对 因为其实你说 只限制香港人看不到 其实是掩耳盗铃的 特别就是将来 会不会继续有播错国歌的事件 因为你去到其他国家 例如说是英国的 人家YouTube都是听到这首歌 也很大机会继续被误导 到其时看看 特别是未来奥运 如果我们有建议拿到金牌的时候 又会不会播错歌呢 到其时就更加大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环保署在昨日宣布 自4月1日起推行为期2个月的 垃圾征费先行先市计划 在昨日结束 政府会在下周一 27日向立法会交代事行计划 报告 而环境及生态局 也在昨日向立法会提交 垃圾征费的先行先市计划 报告 报告提到 有不少居民反映 认为垃圾收费很扰民 同时也担心 法例生效后 会增加了 人们四处乱抛垃圾的情况 也有前线工作工表示 需要另外处理没有用指定膠袋去包的垃圾 而导致工作量大增 总之下周关键 看看下周后政府怎么说 我也不希望被垃圾征费绑手绑脚绑我这一世 下一单新闻 卫生署在去年5月发现取消器官捐赠登记人数大增 认为数字不尋常 涉案的47岁男设计师 是两度使用他人资料申请取消器官捐赠 他经过审讯后 裁定了两项刑事毁坏罪成 案件在昨天在东区法院判刑 裁判官说 因为被告所损坏的器官等待明察 对于病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最后就判了这个人入狱四个月 其实这个人都47岁了 估不到就是这么大个人都去玩什么 最后搞到自己要坐牢 下一单新闻 中国香港举重建历总会主席叶永玉两次失言 把香港误称为国家举重建历总会 在昨天公布叶永玉因为私人原因 所以在23日已经辞任了中国香港举重建历总会有限公司的主席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在昨天重新 事件事态严重 绝对不能接受 特区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体育总会的管治 亦都已经要求港协企奥委会对于他们下下的体育总会 加强管理和认真看待国家观念的培训 防止再次发生同类型的事件 下一单新闻 政府及机管局正在发展机场城市 其中一个项目是在航天城兴建码头和船泊措施 被游艇停泊 政府在昨天航天批准 机管局在机场岛区东面和港珠澳大桥口岸之间 兴建一个新的码头和船泊停泊措施 被游艇停泊 并且配合看落活动和旅游业的海上服务等等 工程预料在2026年开展 2028年完成 其实多个船都挺好的 不一定是要经港珠澳大桥 到时有些人可能经济虚可 可以搭船在这里周围走 下一单新闻 电动单车在路上违法还行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昨天网上又再封传同类的片段 可以见到一名女子驾驶着华尔电动单车 在天水围那边的马路四处穿插 最终触目惊心 还有车上除了一个大人之外 还有三个小朋友 还有多代物品 无论是车头 车中间 还是车尾 全部都坐无虚直 插针都难入 还有一个大人加三个小朋友 加一堆杂物 所有人都没戴头盔 令人大抹一颜汗 这种一拖三的情况 更加有人笑他 是否想着表演杂技 其实这些这么夸张 放上网 警方应该在调查 到时应该都会去捉人 下一单新闻 中华发生了华尔罪驾案 消息指 在今天凌晨3点 警员在皇后大道中的51号对开巡邏 期间见到一架平治私家车左移户右摆 认为有可疑 于是示意对方停车 发现27岁的男司机身上有酒气 打算为他进行酒精呼气测试 但是涉事的司机当场拒绝 扬言我要叫我律师到场 然后报清头云 由救护车送院自理 司机随后在医院接受其他测试 证实体内的酒精含量超标 涉嫌酒后驾驶的罪名被捕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今天凌晨3点10分 一架私家车沿着大咬门路下车 驶到大咬门路2号一个右弯的时候 失控自炒 越过对面行车线撞三波后翻侧 女司机和两名男女乘客一度被困 事后送院治疗 女司机姓钟42岁 她向警方报清闪避9只 所以失事 至于车上 姓鹿和姓王分别是56岁和38岁的男女乘客 分别是手和腰痛 现场可以看到 原本摆放在车内的物败也跌出马路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凌晨时分 警方接报说 一名男子在西贡对开的海域一艘渔船上跌倒 继而陷入昏迷 政府的飞行服务队直升机也接报到场 将市主调到对面的海水警基地 继而转送去到将军奥医院抢救 最终不治 警方表示 这个人身上没有表面伤痕 所以 即是怀疑她的暈倒 怀疑她的不治 未必是与跌倒所造成的撞击有关 至于具体死因 就有待验尸之后确定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表示 针对近月港岛区发生的爆舍案件 所以在22日至24日一连三天 在港岛区南区郊区一带 展开了跨部门的联合反爆舍行动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青鱼钢线发生的士翻车车祸 在昨日的夜晚10点 一架的士沿着青鱼钢线往机场方向行驶 在途径近着青衣行政大楼的时候 怀疑因为设线问题 撞向了大约2米长的路脖 车身一度无烟 43岁姓李的司机颈部受伤 随后另外一架的士 洗字上指 怀疑因为路上的油脊 所以线胎翻側 51岁的司机颈部受伤 所有伤者清醒送远 警方也正在调查车祸的原因 下一单新闻 新界南总区的反三合会行动组 根据线报和深入调查后 在昨日联和海关一起掃毒 在机场入境大堂折查了一名 51岁的内地男子 并且在他的行李箱中 检获了合共重11.6公斤的 华尔非法药物 市值达到235万 这一名男子涉嫌犯运危险药物 而被捕 正在被扣查 下一单新闻 港九新界在昨日一个半小时中 接连发生三宗堕楼案 在下午3点29分 在石杰尾的宅安邨丽宅楼 一名年约40至50岁的女子 由梯间堕下送到明爱医院抢救后 不止 下午4点08分 在西环一名姓黄的34岁女子 也怀疑从单位堕下 倒饿在官农楼和嘉辉花园之间的护土墙斜坡 当场死亡 下午4点54分 一名姓游的68岁男子 由葵冲工业街的美联工业大厦梯间 飞跺天井 也是当场身亡 这段时间也是比较多这些新闻 真是惨 下一单新闻 在前22日下午 警方接获青山公路葵冲段某地盘 负责人报警 地盘中有44卷电线铜喉被盗 总值2万元 葵冲分区警员展开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后 锁定一名住在屋邨附近的南亚瑞男子 随即在23日在石尼尔邨把他拘捕 这个人涉嫌盗舌 交给葵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四对接手跟进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下午1点11分 警方接报在葡台岛面向东龙岛方向 有一艘机动快艇发生火警 期间曾经传出爆炸声 据报火警已由船上人救息 救护人员到场救起一个姓王的59岁男伤者 神志清醒被送到香港仔的水景基地 再由救护车送到栗敦治医院治理 消息指市主在昨天早上9点由柴湾码头出海到上指捕鱼 事发时船只基检怀疑短路起火 市主用水扑火时左脚受伤 下一单新闻 警方打击由三合会所操纵的非法收债活动 拘捕了四男一女 涉及14宗遍布全香港的林红友事件 当中一间不割的店铺 半年被淋四次红友 总收债金额超过200万 这些团体又是黑帮 然后用少少钱去找人帮忙林友 另外在今年1月26至28日 很多地方都是住宅被淋油 超多 不过坚尼地城、牛头角、鸿瓣、马鞍山、沙田 多个住宅单位是因为住户欠债问题而被淋油 受害人借贷金额由8万到100万不等 收数公司将债仔的个人资料和债务详情交给一名策划收数行动黑帮人员 由对方分配人手 接着在社交平台上用赚钱的方式去招揽无业人士 又或者是年轻人去到指定地方林红友 最后警方查查 接着抓了五个人 四男一女年龄20至48岁 另外有一个被抓的20岁男子 原来也被人发现了他自己是无牌駕駛 总之大事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早上7点半左右 有駕駛人士在途经长沙环的麗堡路 左转连长道途中 发现快线有大堆垃圾挡路 垃圾由于小山丘堆放路面 大部分垃圾都是有胶袋装着 但是也有木板和素胶等等的杂物 垃圾山霸占了一条行车线长8米 接着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垃圾 散落于路中 延绵了接近50米 接着上午11点警方到长风路 接着再给食环处的清洁工人清理垃圾 工人便洗来夹斗车 将垃圾夹走 然后再用水清洗路面 不知道如果垃圾蒸沸落地之后 将来是否会有更多垃圾铺满马路的情况出现 当然这一单看上去就像是有垃圾车的开口故障 然后无端端垃圾一路走一路跌到地上 但是将来垃圾要收费 会不会有些神经病 收集垃圾之后 特意倒入路面 好像以前的人把东西掉到农场上一样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9点警方接报说 一名60岁男子在大角咀道148号的大角咀天主教小学外面 用尿袋扔向别人小学门外一块活动告示板 大家要知道我这里说的尿袋不是大家所认知那种充电器 是真的说一个胶袋装着尿液 接着他就扔到别人的块板那里 不过幸好没有人中招 据了解这名男子有精神病 他之后被警方抓的时候情绪平静 送到广华医院做检查 幸好没有学童见到这件事 所以也不需要刻意去安排什么心理辅导 好了下一单新闻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已经收到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的邀请 假如成事 这个将会是相隔24年普京再次访问平壤 莫斯科那边就正在进行有关访问的准备工作 之后就会公布出访的日期 普京对上一次去朝鲜已经是2000年的事 当时他就和金正恩的父亲时任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会面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调查一宗洗黑钱案件期间 查获了61000粒比特币 价值300亿港元 涉案的华裔女子叫做简文 她在昨日因为洗黑钱罪被判入欲六年零八个月 这个人较早前尝试在伦敦购价值过千万的豪宅 而引起了英国警方的注意 其实300多亿就坐6年 我相信大把人肯坐 你想想哈巴SIR都是2000多万港元 要坐6年 这个300多亿港元 按道理来说应该终身监禁 下一单新闻 在2023年3月在美国纽约被捕的郭文贵被控涉嫌 电汇诈骗、证券债骗、银行诈骗和洗钱 涉及金额超过10亿 针对郭文贵的刑事审讯在5月22日开始进行陪审团的选拔 纽约时报就说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郭文贵可能是需要面临几十年的监禁 又或者可能是坐完之后就需要驱逐去到中国 另外郭文贵自己在中国也涉嫌了很多罪行而被通緝 所以这个人也挺麻烦的 随时就真的好像黄青霞那样 黄青霞香港坐完可能回到内地又要坐 郭文贵在美国坐完之后 接着去到中国也要继续坐都未顶 虽人要坐这些自己拿来的 好了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一会儿之后再见 好,就这样,拜拜